以下不分排名先后 纯属个人喜好 心动的信号系列中哪位女嘉宾是颜值担当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追恋宗吧 不仅可以嗑到真实的甜甜的恋爱 而且有一堆帅哥美女可以养眼 众多恋爱综艺当中 心动的信号系列当属热度最高 最为出圈的了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心动的信号系列当中 有哪些颜值担当的女嘉宾 以下不分排名先后 纯属个人喜好 一 杨汝晴心动的信号第六季 杨汝晴心动的信号第六季 情姐的调戏魅力 姐弟恋的甜蜜旅程 在心动的信号第六季中 杨汝晴以她出众的颜值和超高的情商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她的出现 让姐弟恋变得甜蜜无比 让人忍不住为她的爱情故事点赞 杨汝晴在节目中展现出的调戏魅力 让人无法抵挡 她的每一次微笑 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充满了自信和魅力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她 了解她 她的情商高 懂得如何语言沟通 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 让人感到她是一个 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她和年下弟弟侯卓成的爱情故事 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他们从相识到相知 从相知到相爱 每一步都充满了甜蜜和浪漫 他们的牵手 他们的拥抱 他们的亲吻 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他们的爱情 让人相信 年龄并不是爱情的障碍 只要有真爱 就能跨越一切 据悉 杨汝晴和侯卓成已经见过家长 他们的感情正在稳步发展 观众们对他们的爱情充满了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修成正果 走进婚姻的殿堂 杨汝晴的故事 告诉我们 爱情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故事 他的调戏魅力 他的姐弟恋甜蜜旅程 都让我们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 杨凯文心动的信号第二季 杨凯文心动的信号第二季 清新林家妹 甜蜜恋宗天花版 在心动的信号第二季中 杨凯文以他清新脱俗的长相 和林家妹妹的气质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他的笑容甜美 尤其是笑起来的一对小梨窝 更是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他 了解他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实和自然 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充满了亲和力 让人感到他是一个 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他的笑容 他的眼神 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他人的关心 在节目中 杨凯文与赵奇君的恋情 更是让人羡慕不已 他们的感情从相识到相知 从相知到相爱 每一步都充满了甜蜜和浪漫 他们的牵手 他们的拥抱 他们的亲吻 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他们的爱情 让人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据悉 杨凯文和赵奇君已经正式成为合法夫妻 他们的感情正在稳步发展 观众们对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长长久久 幸福美满 杨凯文的故事 告诉我们 爱情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故事 她的清新邻家妹形象 她的甜蜜恋宗天花板 都让我们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 李涅双玉心动的信号第五季 李涅双玉心动的信号第五季 大美女的温柔与坚韧 在心动的信号第五季中 李涅双玉以其出众的颜值和温柔的气质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大美女 她的长相温婉甜美 第一眼看上去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节目中 她与张根源的牵手让人看到了她温柔的一面 但遗憾的是 她们并没有走到最后 李涅双玉的温柔 是她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充满了温暖和善意 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她的温柔并非软弱 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强大力量 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值得珍惜和呵护的人 尽管在节目中没有与张根源走到最后 李涅双玉的坚韧 让她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面对失败的态度 她面对挑战的勇气 都让人敬佩不已 她的坚韧并非固执 而是一种源自灵魂的真挚情感 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 李涅双玉的故事 告诉我们 爱情并非一帆风顺 但只要我们保持坚韧和勇气 相信自己 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她的温柔与坚韧 她的美丽与魅力 都让我们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李涅双玉的离开 让人感到惋惜 但她的故事也让人相信 她的真命天子一定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她 我们期待着 有一天 她能遇到那个真正懂得她 珍惜她的人 与她共度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4 李婉倩心动的信号第五季 李婉倩心动的信号第五季 大气多变的美女 与利欧的甜蜜恋情 在心动的信号第五季中 李婉倩以其大气多变的长相和直爽的性格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独特存在 她的风格多变 能嫁于各种不同位型的妆容和发型 每一次出场都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性格大大咧咧 直爽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要接近她 了解她 在节目中 李婉倩与利欧的恋情让人羡慕不已 他们从相识到相知 从相知到相爱 每一步都充满了甜蜜和浪漫 他们的牵手 他们的拥抱 他们的亲吻 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他们的爱情 让人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据悉 李婉倩和利欧的感情依然很好 他们已经牵手走到了现在 让人期待他们能够继续甜蜜下去 共同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李婉倩的故事 告诉我们 爱情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故事 她的大气多变 她的直爽性格 她的甜蜜恋情 都让我们相信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相信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这个充满心动的季节里 我们期待着更多像李婉倩和利欧这样的爱情故事 我们期待着 有一天 我们也能遇到那个让我们一见钟情的人 我们也能体验到那种心动的感觉 我们期待着 有一天 我们也能拥有属于我们的甜蜜恋情 我们也能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爱情的信号 永不过时的浪漫约定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一起追寻 一起相信 属于我们的爱情故事 五 红橙橙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红橙橙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高知女嘉宾 空窗期中的等待 在心动的信号第四季中 红橙橙以她高学历和高知的外表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她的出现 让人相信了智慧与美丽的完美结合 她的每一次微笑 每一次眼神交流 都让人感受到了她内心的丰富和内涵 红橙橙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十分有计划 执行力很强的女生 她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 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目标都有着坚定的执行力 她的这种品质 让人感到她是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尽管红橙橙在节目中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但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表 更在于她的内心和品质 她的高学历和高知 她的有计划和执行力 都是她独特魅力的体现 红橙橙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一个人的价值也不应该仅仅在于她的感情状态 她的生活态度 她的品质 她的努力 都是她值得骄傲的地方 红橙橙的空窗期 虽然让人感到惋惜 但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等待并不意味着失去 而是一种对于更好未来的期待和准备 她的等待 她的努力 她的坚持 都是她对于自己价值的肯定和对于未来的信心 红橙橙的故事 让我们相信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她的感情状态 更在于她的内心和品质 她的等待 她的努力 她的坚持 都是她对于自己价值的肯定和对于未来的信心 她的故事 也让我们相信 爱情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 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六 郑秦心心动的信号第三季 秦心就是气质温柔的大美女啊 虽然在节目中没有遇到合适的男嘉宾 但是节目后已经遇到合适的人 并且步入婚姻的殿堂 现在还有了女儿 真的不要太幸福了 七 孙乐言心动的信号第七季 中传毕业的孙乐言 气质容貌出众 神似景天 五官精致大气 女人味十足 希望能在节目中牵手成功 八 翁清雅心动的信号第七季 清雅真得人如其名 给人感觉清甜 典雅 小白花气质 在节目中呼声也很高 有大女主的趋势 希望能遇得良人 大家还有喜欢的女嘉宾吗 欢迎补充哦 咱们 帮助人